美军真的堕落了 为什么要偷失中国用暗机反舰导弹攻击中国舰队 敬请关注本期节目 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国会咨询会议上提出一个非常奇葩的建议 用暗机反舰导弹去兼中国海军舰队 作为美国军队中最没地位的四等人 海军陆战队竟然打算捞过界抢海军的任务去攻击中国海军 还是认为美国海军挡不住中国舰队需要一些自保手段呢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暗机反舰导弹战术 与中国21世纪以前的近岸防御策略在战术上高度相似 但战略上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中国海军驱逐舰和护卫舰数量少 而且技术落后 我国海岸防御主力是导弹艇和暗机反舰导弹 当时我国海洋战略处于被动防御 近岸防御也是无奈之举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作战舰艇 一旦遇到敌方舰队突袭只有挨打的份 所以他们现在要考虑装备暗机反舰导弹 攻击突袭而来的敌方舰队 保护自己的登陆场和基地 由于陆战队通常作为两栖作战的攻击力量 他们不会用来当作海岸防御力量使用 因此陆战队打算装备暗机反舰导弹 是一种两栖作战战略中的一部分 作为被美国陆战队偷失的目标 我国暗机反舰导弹部队拥有的装备和战术 都是陆战队难以实现的 首先装备上 我国装备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 和英机62远程反舰导弹 都是世界一流水平装备 而美国暗机导弹就是零弹 鱼叉反舰弹也没有暗机版 其次在导弹载具方面 中国的暗机反舰导弹 用8×8高机动重型卡车作为载具 机动灵活快捷 而且美国从来都没有发展过多轴高机动卡车 保留着优良的历史传统 轻一色拖车 部署速度缓慢 最后中国暗机导弹部队 拥有大量的防御攻势和地下掩体 平时连卫星和侦察 都难以发现他们的部署地址 到了战时 导弹部队能出气不意 给敌人致命一击 攻击完就撤回地下掩体 敌人无力反击 而美国陆战队主要活动在太平洋各个岛屿 没有坚固的防御掩体 全靠暴秘的森林作为掩护 而且岛屿面积小 导弹活动范围有限 一旦发动攻击 就有被反击摧毁的危险 当下美国海军陆战队 冒出拥有岸基反舰导弹的念头 其中有一大原因是 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力量 与中国海军力量 面对处于下风 陆战队为自身安全 不得不考虑装备反舰导弹 虽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 但也算是买个安慰药